老師,那您在中學的期間,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然後您看您現在覺得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有什麼負擔 現在我們都把你們當朋友 那時候我們怎麼會把老師跟學生有這樣的關係 那時候老師群威很大的 所以看到老師是一個養肢迷高的這種情況 你們現在跟老師們隨時叫老師來就來 然後我們就是也盡量配合你們 這種情況在以前不太可能 那時候大概台灣都是這樣 還是比較窮度比較高一點 不是常常會去 林當學生那個時期那個同學不是常常去拜訪老師嗎 去老師家吃吃飯那時候 然後現在也學生也不會去拜訪老師嗎 然後你會覺得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然後是覺得哎呀有點失落之類的 這個真的有一些條件很簡單 兩個條件來講 第一個當時候的話在這邊通訪是非常故意的 你什麼地方也沒有手機也沒電視 連電視都沒有 你整個圖書館有沒有看看報紙什麼之類的 那資訊員有限的情況下面 你能夠獲取資訊的話 大概就是透過學長或者是老師 老師是最快的 他的知識面最高 而且那老師跟他們接觸 這附近沒什麼娛樂 所以大概就是 第二個就是說 條件是我們現在跟條件不太一樣 那時候的老師因為東海老師不太多 所以那時候老師他們住的宿舍很大 還有庸圓環 那我們那個學校也行得很大 那那個空間很適合 因為他們小孩大部分都沒有住在這邊 他們那時候大概 你知道他們那個年紀 大概五十多歲的年紀 他們小孩都已經在外面念書 他們念大學等等 因為他們家裡是滿空的 滿寬敞的 現在我們不一樣 我們在這邊當老師的時候 當我的小孩都還很小 然後我們念完書的話 比較晚 小孩也小 另外我們的空間也非常小 很亂 所以平常就是家裡跟打仗一樣 在生活 然後所以沒有什麼 第一 後面空間也不夠 接待你同學 後面也沒有什麼心思去接待那個 那另外在後來來講 我們現在這邊的房事已經越來越好 那不需要再去 所以我們跑到家裡面去 然後 嗯 老師問你心裡有落差嗎 哪一方面 就是 對 你對學生關係之間 落差 哪一方面的落差 就是 學生跟老師關係 並不是很寂寞 嗯 寂寞是相對的 以東海來講的話 那全台灣 這樣的關係是非常罕見 已經非常罕見 至少跟我在台大來看 因為台大 同學大部分都住台北啊 或者住宿舍 他下個月就走了 像我在家裡住台北的時候 我下個月就住回家啦 所以 不要說 同學跟老師之間 我們同學跟同學之間 往來不太多了 嗯 那東海因為他是 多住在學校裡面 嗯 跟大陸一樣 因為學校都 你去教學比較便宜 嗯 所以你同學之間的關係 就會比較緊密 讓他很自然 嗯 所以 每個時代 每個時代的那個 的特徵 那沒辦法 沒有說什麼 那時候比較好 這邊比較不好 嗯 嗯 那您在學生時期 就是 跟同學的關係 就是比較 會怎麼相處呢 然後 嗯 在宿舍中 或是 這個部署中 有什麼事的年齡 再直接忘記的回應 嗯 我們那半分時間都在圖書館 啊 因為圖書館 對 那種舒適度 嗯 在當時 台灣非常罕見 這麼舒適的一個環境 嗯 嗯 因為圖書館裡面 那時候鋪地的 嗯 那 又有人音樂 然後非常狂的諷諷 所以 大概不時間 他有音樂 他有一天會進醫院 然後有些比較稀有險的書 譬如說當時我不過 像什麼右鍵鐘、無鍵鐘、玉律華的著作 就在東海看了 我都還記得 那書因為很充分 那時候 充分是相對的 你們現在都很充分 那沒什麼 那當時都是因為物質很貧困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非常奢侈在台灣 不是在東海 台灣來講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會離開那種東西到一個 人家說宿舍我們有幾個人住 五六個人住可能不止 五六個人住的空間很不舒服的 所以你東西衣服喜歡的話 還要把衣服 衣服喜歡的話 用我的臉噴 然後放在床下面 有時候一把的話 上面就長霉了 你現在不可能是出現這種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待在宿舍裡面 就會來吃完飯 還要休息這樣 但不時都會多休息 或突出問題 老師那您在東海舊主的時候 做過什麼瘋狂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 有什麼是您就是 您想再重溫一次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有些很恐怖的事情 那時候在流行中叫做裸奔 裸奔 你有聽過嗎 我有聽的話有去講 對 那時候我們有個同學叫做楊之爺 他們來接錢給我們那個歷史西 那他那時候說 如果裸奔的話 他願意付一個禮拜的生活費 那時候東海很像有裸奔的樣子 就再操場 再裸奔 那時候我有點心動 一個禮拜生活費也不少 那時候說好 然後裸奔本來是 到後來還想 哇那個月亮很亮 而且抓到可能會有退學 所以後來就打退堂鼓 所以那時候 我知道東海那時候有一個裸奔 因為東海很暗 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燈光 裸奔還蠻刺激的 然後男生 這是一個比較瘋狂的事情 還有另外東海的話 當時候我們 那時候是這個披頭式的時代 所以大概 台灣留長脫髮的人蠻多的 但是警察會抓 喔 那後方是留長脫髮 我們那時候是留長脫髮 老師有留嗎 我們都長脫髮 是喔 幾乎每一本身幾乎 短脫髮是異類的 現在短脫髮是很平常 那時候 那時候台灣也沒那麼熱 現在很熱的話 留長脫髮不舒服 那時候沒那麼熱 所以我們進去台中市的話 警察會抓的 嗯 他一看到長脫髮 就知道是東海大學學生 所以我們從追給警察 跑給警察這樣 所以當時候是 這兩個事情我覺得比較偏懷 好想看老師 有長脫髮的樣子 但是他們那時候抓到的是怎麼樣 抓到的話 他就把你後面這樣 撿錯這樣 嗯 這樣你就非要去撿髮髮不可啊 對啊 不是說抓到之後 拔錢了嘛 就幫你撿得亂七八糟的這樣 那你很醜啊 我看你就去撿髮髮 嗯 所以當時候 我現在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是這樣 嗯 也是很辛苦 所以後來你看看 後來我們有很多 然後爭取權利的過程嘛 嗯 然後校園裡面解禁 那些東西 其實就慢慢慢慢爭取 慢慢慢慢變化 然後後來頭髮大家 法技不是放鬆放飯了嗎 嗯 都 也沒事啊 也沒什麼影響 是啊 我也說 我也說你也比較訪問的是 像這種 怎麼製作這些這樣的過程 製作這些東西 我有這一本 你有這一本 這是老師做的嗎 這本我做的啊 是喔 這花了兩年了 真的兩年了 這本書花了上百萬耶 嗯 很貴的 因為這個成本很驚人的 嗯 這本書現在已經是 臺灣的校生的經典製作 嗯 要超越到 這樣做到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幾個 情況來講都滿不容易 你要是老師做 老師主編嗎 我跟那個張運中 兩個人一起弄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主編是很像那種 名水教授 做東西 那時候他是文學院院長 然後他已經下來了 上過他的課 上過他的課 對啊 嗯 這本書花了我滿大的力氣 因為那時候我每個禮拜開會 每個禮拜開會 然後每個禮拜 都要追進度 為了做不出來 這種這樣的東西 嗯 嗯 您對歷史系的整個教學的要求吧 或者說您希望有什麼改變 希望什麼 您希望有影響認識 你說這樣有在東海任教嗎 對的就是當一系 不管是 先說歷史系 老師好了 對 但因為大學是一個 教師自主的 我們一般也不太干涉老師 通常是一個 滿偉大的學校 因為它 有個自由主義的傳統 嗯 我們學功非常地開放 我們彼此也都互相注重 每一位老師教學的方式 但是也會 都從同事當中裡面 慢慢學習他的長處 這很自然 那我自己是 把 基本上把美國式 也不能說西方方面 美國式的教學方式裡面 帶進東海裡面 所以我們當之後 我會做一些比較 參與式 讓學生參與式 我不是說只有這種 這種 lecture的方式在進行 有很多參與式 因為都是那學生報告 嗯 在當地實系 那時候 那學生做報告 大概是我最早開始 啟動的 那麼 請教授教師 你的幫忙 我幫忙到一些 這方面我也不知道同學們 到底 你們學學校的怎麼樣 所以你要做報告 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 很第一手的觀察 到底你們的理解 就是跟我開出去的 這些廚房 這些書目 到底理解了多少 嗯 那同學們會 話報會有壓力 現在 報告現在已經 幾乎全是 東海都在做案在做 嗯 在當時候我在 912年 報告在東海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多 你公開可能比較多一點 在文學院 我們不是太多一點 那也是 也不是說 現在大概幾乎 報告已經是 幾乎每一位老師都會讓同學們在報告 嗯 另外就是說 做一些摘要 這些方面的東西 摘要倒是東海的傳統 嗯 齊樂童老師的時候就開始就 就叫我們做摘要 那個東西的效果非常好 嗯 所以那個東西我們也還是連續 所以比較創新的部分應該是 讓同學們報告 這個是大概是 我在那邊 嗯 把東海歷史系 嗯 做了 我覺得我會議起來 大概比較 有意思的事情 老師 那你們當戲組的時候 有 改變戲上什麼事情 我基本上的做法 那個 當然還是就是 練習前面的主任 然後學部主任有什麼樣的 做什麼 因為什麼東西都是共識 共識權 嗯 那 前面的主任 大概都經過戲裡面的討論 嗯 做的東西 我們還是集團到 做這樣的方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 我做的比較多東西 是 往校外面去發展 嗯 因為學校裡面的 使用的資源有趣 嗯 那我想說怎麼樣從 跟校外的連結 帶進了更多的資源 在這方面我做的比較多的是 跟其他學校 尤其是 在兩方面 在台灣的話 我會建立常常跟其他學校裡面的結合 嗯 因為我們就是一些不少朋友 當時我們也做了一些 比如說當時跟台北大學 還有東華大學 比較近的東西我們不需要 近的東西我們跟中心彼此有往來 然後呢 比較遠的話我們就跟台北大學 跟東華大學那邊有些合作 嗯 等它共同設計一些 嗯 這些交換的課程等等 有些有實踐 有些沒有被實踐 嗯 那麼在校外方面 在台灣之外 他說我也跟日本 像高智大學 嗯 還有跟這個 漢國 激州島 嗯 還有跟牛球 就幾個地方 嗯 那我們跟 我們跟高智大學 還有激州島 嗯 都 剛開始有些合作 尤其是高智大學 還好做得還不錯 那在大陸方面的話 那就大概是 嗯 社科院 北京的這個社會科學院 嗯 那個我們那時候也看沒有 有兩表 甚兩年的時間 很多都在東華交出 嗯 做得最好的話 還是阿東師範 阿東師範到現在 那時候那時候是 當我當的文學院長的事情 那時候 阿東師範到現在我們已經進行了 七年 六七年 都還是繼續在那邊 像社科院現在目前就中斷了 沒有 嗯 就是 這個阿東師範的話 已經繼續在運作 嗯 跟日本的話 現在大概也 也沒有什麼在往來 基本上中置 嗯 韓國也中置 嗯 所以 這方面的話 大概在 在這個 嗯 阿東師範 這方面 嗯 當初設計的比較 比較穩固一點 所以 根據打的比較好 因為他有三個系 在進行 如果一個系的話呢 交流幾次 大家就沒有了 老師值得這麼少 一整理有限 嗯 但是如果是三個系 我們有五十者 三個系 他們有五十萬 他們也五十者過來 那每一個系的負擔 就不會那麼重 嗯 這個是到時候的 而且也要學校有一些 那個 那個職員進 那個 那個幫忙 嗯 譬如說他要住宿的問題 還有學部隊的問題 就是要被幫忙 嗯 所以這方面的話 運作得比較好一點 嗯 那現在還會派老師 繼續去華東師辦嗎 對啊 現在輪流五十三個系 輪流就不去了 去年是不是哲學系 蛤 去年是哲學系了嗎 去年是哲學系了嗎 哦 今年應該是輪到歷史系 然後歷史系 因為他那個 那個唐老師他那個 離開 嗯 那麼就就歷史系員 所以他跳過 然後就別哲學系 這個系有一個老師 也挺愛跑去爭霸 嗯 所以他們說也沒有人力 所以文學院就找到我 找到我 所以我們這裡也休假了 嗯 所以他們在派我去 所以老師 哲學期是去華東師大 對 剛剛回來而已啊 哦 我四月份 我四月份在那邊 待了二十天 剛剛回來 在武漢嗎 沒有 在華東師大 上海 哦 華東 哦 所以 是這樣 所以我是 我是去第二次 嗯 認識第二次 然後見到那些 那些老朋友啊 然後 現在華東師大 那邊台灣學生比較少 本來以前蠻多的 比較少 他們過來的人還是有 所以你們是有一些 到這邊來 所以老師有往來 學生就會往來 所以我們也希望你們有機會 你們多去 阿東師大 他們都知道我們東海大學 所以那個合作的基礎不錯 你們可以去那邊交流啊 等等 交流半年啊 不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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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沒說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